我们来看看这样一路浪下去 我们说过这个计策 我认为不是一个什么高明的计策 可是我们要验证它是不是高明的计策 不能光用道理来推测 历史学不讲空话 所有的东西道理都必须要实际的历史事实来加以印证 所以我们必要看看后面的历史事实到底如何 请观周月这一段下面有一段很长的文字在原文里头 我们没有时间一一细想 这里只能简单跟各位说 各位如果是细心里头去 这个时候就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音乐是用观的吗 是用看的吗 为什么在这里要说请观周月 而不是请文周月呢 读书要心细 每个字都要仔细探索它背后的含义 为什么呢 注意在中国古代的文化之中 有诗必有歌 有歌必有乐 有乐必有舞 诗歌乐舞诗 诗者是合一的 当你说你要听一个音乐的时候 同时代表你是要知道它的诗 它的歌 你要看它的舞 这是一个整体 那么诗歌乐舞 诗者合一 所以叫做请观周月 在观周月之后 记杂又到了其他国家去 我们来看看它在其他国家的表现 去如碎史奇 它到奇国去出使 它有个好朋友叫做燕平仲 它碎燕平仲 跟它的好朋友提出什么建议呢 它说只树那一语诊了 赶快把你的封地跟你的官职赶快交出去 你说哪有劝朋友这个样子呢 封地是代表了财富 官职代表了权势 你不把你的朋友增加还符合权势 反而建议他减少财富和权势 有这个道理吗 有这个道理 环境时代不同 做法就不一样 当时奇国即将大乱 几个重要的耐夫 陈氏 包氏 孪氏 高氏 开始内斗 这个时候燕氏 也是奇国重要的耐夫之一 你要站哪一边 你站错边 选错边 就是灭顶之战 所以告诉他 无意无证来免遗难 赶快躲开这个大难 齐国之正将有所归 未得所归难未席也 如果胜负没有最后 得到一个结果之前 古燕子应承还子 以那正以欲 是以免于暖高之弱 你看就因为他的话 最后终于免于此难 去其始于正 到正国去 见子铲如旧交 这个就是一见龙骨 一看到对方就好像老朋友一样 因为意气相投 为职产约 他跟职产说了 政之执政 此 政国的执政 有太多过分的地方 难将至已 大难就快要来临了 你看这个人是不是个乌鸦嘴 到哪里去都跟你讲 国家一样的大难 他是一片好心 为什么 君子一夜落儿之秋 看到一个端倪 就知道后面要发生什么样子 一般人 一般人没有等到春雷响 不知道春天要来临了 这就是差别 聪明才智的差别 季子是个有智慧的人 你们从这里面就会看得出来 他跟职产怎么说呢 政必及子 子为政 胜以礼 不然 晋国将罢 他告诉职产 晋国现在的执政 他有太多过分的作为 那时候执政并不是职产 所以他认为 政国很快就要迎来大难 可是你不要担心 大难之后 最后政治一定会交到你的手上 等你当政的时候 你要记得以礼治国 不然不能够免于他日政国的帅霸 告诉他的朋友该怎么做 去政 侍卫到了魏国去 说徐元 石狗 石秋 公子金 公俗发 公子曹约 他认识了这么多的人 告诉他们说 魏多君子啊 魏国有这么多的君子在位 你们要知道 君子进 小人就退 反过来 君子退 小人就进 就这么简单 既然有这么多君子在位 魏有幻影 魏国是没有什么大难的 有这么多君子在位的国家 不会有什么大灌难的 注意看到 智魏如晋 江树于处 这个字 我学者有不同的电法 有人念处 有人念七 那不管 这基本上是一个地名 在这个地方呢 闻钟声 听到人家有用钟鼓来作乐 他听得做非常奇怪 他说 一哉 无闻之 辩而不得 必加于路 一个人口才非常好 可是却没有实际的德性 他言行不服 这样的人 最容易遭来祸患 夫子获罪于君 云已在此 他就告诉你说 这里的夫子指的是演奏这个音乐的代夫 他叫做孙文子 孙文子获罪于今 就因为他变而不得 这个时候你应该心中感到恐惧 具有不足 而又可以搬 什么叫做搬呢 搬这个字在这里指的是乐 音乐的乐 人会演奏精音乐 注意哦 在古人音乐分大乐和小乐 大乐用钟鼓 小乐用琴瑟 所以我们讲琴瑟和名嘛 琴瑟和名是小乐 指的是你在房间里面所演奏的音乐 大乐在庙堂之上庇佑中鼓 他这段话的意思就是 你孙文子已经为变而不得而获罪了 获罪在外面 你应该检讨自己的不得而心生恐惧 你恐惧了都不一定能补救 结果你居然在这里演奏中鼓音乐来作乐 夫子之在此 由燕之潮于墓也 什么叫做燕之潮于墓呢 燕子要把槽坐在 你们看过那个围起来 那个布幕没有 布幕在四边围起来 结果燕子没有竹槽在墙壁之上 竹槽在布幕之上 你认为那个槽能够稳固吗 那不是朝不保夕吗 致命者不立于围墙之下 君在兵 那个时候君正在兵上的期间 而可以越乎 你们要注意哦 这个时候 为什么这样子我们就明白 为什么他要讲这句话 因为这个时候正在国伤期间 而国伤期间 已经获罪的孙文子 不但不知道恐惧 还利用伤其来演奏音乐 这不是要替自己招来祸患吗 遂去之立刻离开晋国 孙文子知道这个事情 文子文子 终生不听秦色 他太再也不听秦色 小乐是秦色 连秦色都不听 何况是中古 他终生再不闻音乐 他觉得非常后悔 做错的事情 是晋 遂兆文子 韩宣子 魏县子 你们看到兆韩魏三个没有 马上知道那三个大夫 后来就是赵魏涵三国的先祖 他说 曰 晋国其翠鱼三家乎 晋国到最后 一定要归于你们三家的 将去 要离开的时候 为俗相曰 吾子免之 你要好好地勉励自己 君子而多良大夫 君王为政 多有奢侈过分之处 可是底下的大夫 各个都比君王杰出 皆富 而且他们本身的家族 势力财富都非常的庞大 我认为政将在三家 最后一定要被这三家分尽 这是他对未来的预言 他的预言全部都应验 他告诉俗相应该怎么样呢 吴子 直 你这个人性格太耿直了 必思自免于难 你一定要想一个办法 让自己能免于三家分尽所带来的患难 前面这几段 讲的是济杂的智慧 济杂每到一国都能预先看出 这一国的情势 而且都能够相应提出良好的建议 你们看看济子的聪明才智如何 看过济子的聪明才智之后 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故事 要认识济子 这个故事是非常重要 是各位从小就听过耳熟能详的 济杂挂剑的故事 这故事到底在说什么 我们来往下看 济杂之初始 北过徐军 他从吴国要到中原去 中间会经过徐国 经过徐国的时候 徐军号济杂剑 当时的成年人 你记不记得演讲秦始皇 王冠带剑 当时的成年人身上都必须配剑 济杂初始 他当然会带剑 他带的也必然是口好剑 因为他要代表吴国出去 而徐军非常非常喜欢济杂的那一把剑 可是他有没有说呢 口服感言 他没说 他说不出口 你怎么能够见面就夺人所好 他真的打从心中喜欢这把剑 你不说 但是不是代表济杂不知道呢 当然不是 你不必说 从聪明才智高的人 从你的眼神行为举止 也知道你想干什么 济杂心之之 他先里面知道 济杂有没有说 他也没有说 他为什么不能说 因为说破了 就三感情了 你说破了这个事 你准不准备把这个剑送给他呢 不能 因为你要出使 经过徐国是要北方中原出使 如果是私人的勤力 你可以大方的把剑送给人家 可能现在是代表国家 代表国家出去 没有一口好剑 是让人看不起的 这个时候他心肢肢 他又不能够在这个时间点 把剑送给徐军 所以他不能说破 而且如果他说破了 岂不是揭露了徐军见面 就想夺人所好的意思 这不是伤感情吗 这不是朋友相处之道 而且更重要的是 这失礼 我们继续往下看 为始上国未宪 因为他要出使上国 到中原诸国去出使 所以没有把这口剑送给了徐军 还字徐 注意哦 这里面用的不是金徐 而是还徐 金徐是我顺便经过徐国 还徐是我专程要到徐国来 为什么专程要来徐国 因为记杂在当初就想要把这口剑送给徐军了 只是因为要出使上国 那个时间点不行 如今已经出使完中原一圈回来了 他要专程到徐国去 把这口剑送给徐军 那就顺理成章 没有问题了 可是人算不无天算 怎么个不顺不天算法呢 徐军已死 徐军死掉了 我就跟你们讲 前面讲 受命这种事情谁也没办法了 徐军死掉了之后 记杂该怎么办 如果你是记杂 你想送这口剑 可是你想送这口剑的人已经死了 他心里面很喜欢 那是他生前 他现在已经死了 试问如果是你 你该怎么办 想清楚 我们先来看记杂怎么办 于是来解其宝剑 把他宝剑解下来 细之徐军走述而去 把他绑在徐军粉种前面 树上面 虫者曰 你们就觉得 你们看他的虫者怎么说 跟随他的跟班怎么说 跟班说 徐军已死上谁 徐军不是已经死了吗 你把这口剑送给谁 你绑在树上要干嘛 这准备送给谁呢 我们来看记杂什么说 记子曰 不然始无心已许之 其死被无心在 咱为什么这么做 你们要明白一件事情 我们一般想 信 我们都会说 人言为信 人言为信说的对不对 人言为信说的对 人言说出来的话 就要做得到 可是人言为信 是不是最高境界 它不是最高境界 最高境界是什么呢 最高境界是孟子所说的 有诸己滋味信 信不一定要说出口 才要去遵守 说出口了才遵守 没说出口就不遵守 那层次不太高 信不是对别人守信 是对自己守信 当自己立下了一个心愿 我要把这口剑送给你 我就无论如何要完成这个心愿 其已是被无心在 记杂在乎的不是被徐君 而是被无心 你们就知道 信真正最高的含义到底是什么 因为我心中已经对你许下了誓言 即使我嘴巴没有说 即使你也不知道 可是我无论如何都要完成这个誓言 完成这个誓言的目的 不在乎一口剑 也不在乎这个事情 对跟班来看到底有没有意义 我做这个事情不是做给熟人看的 我做这个事情是为了对得起我自己的心 你们看看记杂的件事和一个跟班的件事能相差多少 太史公描写记杂这一路出始的过程 到最后把记杂挂线的故事做到写到最后 正是为了让我们明白 言宁记子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人才做什么样的事 正因为你做了什么样的事 才能证明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必须先了解记杂的为人 你才会知道吴国后来发生了什么样的事 记杂在当时为什么要做出那样的决定 记住这些健康说这个节目 带你来看看 有bilir有的名in 其他itan课 千 intersections oder